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有人说万般皆苦唯有自度 还有人说度人度己 度己度人 看似两句矛盾的话 合计了分析就会发现 所谓自度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并不是一个人硬扛着 生活中外人拉你走一辈子很难 拉你一阵子的人也不多 但是你要明白是智慧在度你 而智慧的源头是先人 社会 困难 生活的 在智慧的大海里 我们常常会看到对联 两句朗朗上口的话 不仅对战功者 还表达了特别的意思 或喜气 或哲理 或穿枪舌战 如果你遇到了难处 读一读以下三副对联 慢慢就释然了 关于人生 外事但求半成心 人生哪能多如意 外事但求半成心 人自于杭州的灵隐寺 欲言虽朴实无华 却包含着人生哲理 写尽了人生 外事只求半成心 意味着常常要知足常乐 随遇而安 半成心并非消极无奈 而是一种人到中年后的豁大与智慧 半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心灵状态 一种人生智慧 一种土石哲学 南宋时 宋高宗给宋孝宗 因此宋孝宗感恩戴德 谨息孝顺 体现了父子情 有一天 宋孝宗去灵隐寺游晚 看到一个端茶送水的中年人 问 为何到这里来当行者 中年人说 我本是南郡太少 因得罪了人 弄丢了官职 离开灵隐寺之后 宋高宗把事情反馈给了宋孝宗 很快 中年人的官职得到了恢复 下大雪的时候 宋孝宗安排人服诗 并把诗送给高宗 创造快乐的氛围 有一个叫《真龙有》的书生写道 看来不是飞花 片片是丰年锐 获得了头彩 被授予汉林院编修的职位 宋高宗的晚年 可谓是称心如意 可是宋孝宗历经图治 爱惜家庭 但是他的晚年却活得有些悲凉 宋孝宗让位给宋光宗 本可以颐养天年 但是皇后李凤娘为人刻薄 想方设法阻止李光宗做孝顺的事情 宋孝宗过生日生病的时候 都不能见光宗一面 古人云只因泼妇一张嘴 做了忤逆不孝人 不难发现 不管是皇帝还是普通人 都难以称心 人生总有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一定要追求完美 反而会让自己很难受 杨将 出生在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 她的家境 殷实 生活养尊处优 从小到大都是有名的才女 可是嫁给钱中书后 便跟着丈夫漂流海外求学 学习之余 杨将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 做饭之一 翻墙爬窗 无所不能 杨将说 得到了爱情 未必拥有金钱 获得了金钱 未必能拥有快乐 拥有快乐 又未必能享受到健康 即便是拥有健康 却未必一切如愿一场 人生不易 生活不易 人生不存在 时前时美 有遗憾 才显出生活本色 可能我们得不到某些东西 但也不要让忧虑和悔恨来苦恼我们的生活 可能我们达不到某项目标 但也不要一味地垂头丧气 学会给人生留白 让那些无法得到的停留在留白处 做人永远不满 才会一直走在追求的路上 过不了坎儿的就掉头而回 也是一种智慧 只有平心静气 胸无太多的杂念 才能及时把握机遇 化险为夷 正所谓 学无止境 爱无绝期 前途无量 关于命运 无心插柳 柳成因 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 柳成因 源自于增广闲闻 是民间智慧的结晶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命好的人 在低谷的时候期待改变命运 而不是听天由命 想法固然很好 但是现实却又偏差 《西湖二集第四卷》里有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 朱元璋登记后 发现御膳房里有一个很细心的厨子 一开口就赐了无品官 一个老书生听说这件事之后感慨 十年寒窗下 何如一盏茶 朱元璋笑着回答书生 他才不如你 你命不如他 第二个故事 南宋时有一个史事成上朝汇报工作 皇帝问他关于宋高宗的往事 史事成刚要开口 有一条蜈蚣爬到了手臂上 咬了一下 他疼痛难忍 于是郁郁泪先流 皇帝认为 这个史事成是思念先帝的功德 应该得到嘉奖 因此史事成被提拔为师郎 很多无心之举可以成就一个人 很多努力本是徒劳无功 因此聪明的人都要懂得顺其自然 争其必然 诗之坦然 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了 只要自己足够努力 哪怕结局没有达到预期也没有关系 毕竟自己的内心是圆满的 看过这样两句歌词 若说没其缘 今生偏有遇着他 若说有其缘 如何心事终虚化 有或者没有 得到或者失去 遇见或者离别 事实无常 并不是我们可以百分百把握的 当你为了昨天的伤痛而哭泣的时候 还会弄丢今天的幸福 不如看清命运 然后顺着命运的方向出发 定能水到其成 关于心态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当年的林泽徐一心想要救国救民 但是他却遇到了一些官员的阻扰 事业并不太顺利 与其耿耿于怀 不如主动释怀 因此他挥鼻血下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必立千刃 无欲则刚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林泽徐在广州等地禁烟 开展了虎门硝烟 震惊中外 道光皇帝亲自写下 福寿便排 送到广州 一字鼓励 但是 好景不长 因为朝廷的软弱 投降派的反对 外敌的施压 林泽徐反而成为了最沉 连续多年被流放 时光如梭 道光二十五年 林泽徐被重新启幼 任陕西巡抚等职 详细很多人都听说过 六指相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 故事的主角 是当时在朝廷里 任宰相的张英 以及他的邻居吴氏 故事发生的地点 则是安徽同城 一墙之隔的张家与吴家 因为盖房子 就宅基地边界的问题 而发生了争执 互不相让 在这两家人 发生了争执之后 张家的老夫人 便立即写了一封信 给正在朝廷 担任宰相的张英 要求张英出面 为其主持公道 在接到了老夫人的书信之后 张英认为 老夫人在这件事情上 太较真了 她便给老夫人写回信 劝说 认为让一点土地 给邻居也没什么 邻里之间 更应该和睦相处 在接到张英的回信之后 老夫人立即停止了 与吴家的争执 随后 张家便主动提出 他们让出三尺的宽度 在得知了张家的这种做法之后 对方也感到十分的羞愧 所以 吴家人也让出了三尺之地 于是 在这两户人家之间 便夺出了一个六尺宽的街道 从此 历史上便有了这样一个 流传千古的六尺像故事 一个人的胸怀 往往会化解很多矛盾与冲突的 胸怀越大 越容易宽容他人 越容易将各种事情 划翻为简 你可以容下全世界 那么 你就享受了 全世界的福气 你的坚强 如山一样伟岸 你的柔软 如海一样磅礴 当我们老了 回头看自己的一生 真的是波澜起伏 很多的路 是迂回前行的 倒退着走 也不奇怪 把所有的苦难当成度人的船 把人生的拐点当成突破口 把别人给的压力当成动力 人生的格局就大不一样了 度是百度 更重要的是度心 学一学古人的对联 从朗朗上口的文字里 找到一些安慰 如沐春风 人生百年 能够做成什么 又有什么做不成 是有定数的 努力不一定能成功 所有的成功 都是努力的结果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唯有一颗平常心 苦难不仅能战胜 还能享受 苦中作乐 先苦后甜 从今往后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很多人白天和没事人 一样乐呵呵 可一到晚上 尤其是深夜 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 所有的问题 全部会被放大 然后越想越烦躁不安 甚至会暗自流泪 最后失眠 即使身体感觉很累 但还是因为思绪万千 睡不着该怎么办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胡思乱想 内容各不相同 说不出的问题 往往是在被意识层面 压抑的情绪 情感和欲望 能够面对 以及接纳自己内心 这些真实的情感 是心理成熟的一种表现 允许自己去想 去感受这些部分 并且尝试交流 增进和周围家人 朋友的情感沟通 寻求支持和抚慰 心中会踏实很多 俗话说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在生活中 会存在很多的烦恼 而这些烦恼的来源 都是因为你的智慧不够 在生活中 想太多 计较太多 最后顾虑也变多了 生活本不易 何必惹尘埃 德国哲学家 舒本华说过 人性 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 在意别人 如何看待自己 其实生活中 有太多的人 也是如此 只要外界 有一点风吹草动 内心便开始 藏木皆兵 殊不知 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只是在折磨自己 有一种类 叫胡思乱想 曾经看过 《武志宏》的一篇漫画 漫画里的女主角阿花 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生 她做工作汇报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上司 皱了一下眉 就开始坠坠不安的猜测 是不是因为自己 讲得太差了 会议结束之后 阿花依旧在为这件事苦恼 直到上司走过来 对她说了一句 这周数据很不错 继续加油 她才彻底放下心来 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 看到同事都在喝奶茶 阿花觉得 他们买奶茶也不叫上自己 瞬间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 于是又开始暗自难受 果然大家都不喜欢我 没想到下班后 同事约了她一起去吃 她最喜欢的火锅 接到张姐的电话 阿花想起 张姐让她帮忙翻译的资料 她还没有完成 于是很紧张地和张姐道歉 可是张姐却告诉她 没事不用了 这下阿花的愧疚感更深了 挂了电话之后 一直在想张姐是不是对她失望了 反复思量许久 她给张姐发了一条微信 解释和道歉 张姐告诉她 没事 她最近招了个实习生 把翻译工作交给实习生了 不得不说 现实生活中敏感的人就是如此 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能让他们惶恐不安 如临大敌 只要身边的人稍微有点反常 他们就会开始反省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殊不知 过度自省是一种内耗 只会让我们活得很累 有人说 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每天的心情就跟过山车一样 的确如此 可是这样的大起大落 难免会消耗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塞妙儿说 世界如一面镜子 皱眉视之 她也皱眉看你 笑着对她 她也笑着看你 世间本没有绝对的快乐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这在于是否有一颗 能够想得开的心 因为看清 所以快乐 因为看淡 所以幸福 人生如梦 岁月无减 凡事容易想太多的人 注定会活得很辛苦 过度敏感 是一场社交灾难 在知乎上 看过一个问题 身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是什么感觉 底下有个回答说 在对方面前说话 做事 都会变得小心翼翼 时时刻刻 都得在意对方的情绪变化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哪一句话会伤到他 其实 在人际交往中 太过敏感的人 不仅会让别人心累 也容易令自己难堪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微妙 也很脆弱 相处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 大大小小的摩擦 有时候 我们会将一些 令自己不舒服的行为 归结为 对方看不起我们 故意针对我们 可是过度敏感 是内心不自信的投射 也是一场社交灾难 生活中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细致入微地 体谅我们的情绪 与人交往 唯有把心放宽 才能做到相处不累 凡事别多想 是放过自己 在综艺节目 《我家那闺女》中 吴欣邀请好朋友 沈玲来家里做客 两人边吃饭 边聊天 聊着聊着 吴欣突然泪流满面 他说 我有一件 很较劲儿的事情 但是 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原来 有一年 芒果台的跨年晚会 十个主持人 都准备了节目 因为超时 吴欣的节目 被导演组拿掉了 那个时候 他一下场 就崩溃痛哭 哭完了上妆 继续主持 可是这件事 变成了他心里的 一个过不去的坎 时隔多年 谈起这件事 他忍不住哽咽道 有十个主持人 为什么别人的都不拿 只拿掉了你的呢 因为你就是最差的那个 他说 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吴欣的这番话 令网友心疼 可是 事情的真相 却并非如此 那场 让吴欣崩溃的跨年晚会 其实也砍掉了 韦家 和其他一些主持人的节目 只不过 吴欣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以至于 对这个挫折 耿耿于怀 听过一段话说 世间不如意 是常有之事 能对你摆一摆顺的人 能让你 如愿以偿的事 都很少 你若非要计较 没有一个人 一件事 能让你满意 成活一世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人生在世 最怕的 不是别人 对我们的否定 而是 自己跟自己较劲 很多事情 非要往深了计较 不过是在折磨自己 凡事 别多想 也别深究 保持云淡风轻 才是对自己的放过 人生路漫漫 心欢万事休 一生之中 每个人都会遭遇 许多不顺心的事情 可是大多数时候 伤害我们的 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我们对于 事情的看法 过度自省的人 总是放大自己的不足 因此很容易身心疲惫 过度敏感的人 总是放大别人的言行 因此常常活得不快乐 喜欢想太多的人 到最后只是为难了自己 在人世间行走 我们都需要保留一点顿感力 唯有如此 才能化解这一路上 不可避免的小挫折 有一句话说 人生路漫漫 心欢万事休 没有谁的生活 是十全十美的 唯有知足常乐的人 才能让平凡的日子 翩翩起舞 即使身居漏下 一单时一瓢饮 仍不改其乐 先停信步 就算平无处宿 身无所资 依然依然自得 上居吟诗 与其心有千千节 不如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坐看行云流水 活得洒脱自在 才是人生应有的姿态 余生不太长 愿你我都别想得太多 活得太累 看得开一点 心胸宽一点 好好爱自己 珍惜眼前人 望后余生 愿我们做一个 心宽一点的人 与世不较劲 幸福才会来敲门 一般容易胡思乱想的人 大多数是性格敏感 但主要原因 还是压力太大 或是对现状 不满意造成的 如果长时间睡不着 可以尝试这些方法 默示你的想法 我们要认识到 大脑的胡思乱想 是其正常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 在乎其胡思乱想 只要你不去在意它 以坦然的心情 接受它 以放松的心态 对自己说 想就想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久而久之 当你真正不把它当回事 真正把心绪放松之后 这种情况 也就逐渐消失了 转移注意力 当反复进行思考 而无法停止时 这时最重要的是 想办法转移注意力 尽快脱离 反复思考的现实 例如 一旦处于想别的事情 而无法停止时 马上去做感兴趣的事 或听音乐 这时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 感兴趣的事 或音乐上 就可能会忘掉 做联想的情景 而停止思考 学会面对挫折 天有阴晴雨雪 人有悲欢离合 万事万物 不可能尽善尽美 完美无缺 所以 我们每天都可能会 面对障碍 挫折 乃至意想不到的失误 当然 当我们尽力了 我们就不能过分苛求自己 苛求自己的结果 只能使自己感到失望 失败 从而失去信心 充实生活 投入自己的爱好 找一件自己最喜欢 最乐意做的事情 当你全身心的 投入其中的时候 你的问题也就随着消失了 让自己的业余生活 变得充实起来 比如参加体育文娱活动 听音乐 听音乐 跳舞唱歌等等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